如果他們有的話, 你們可以這樣說嗎? 你看看這個, 教會對於法律上的基地的信眾, 教會當然希望不要判死刑, 死亡是最極盡的敵人, 耶穌道成肉身就是要消滅這個死亡, 所以,我認為現在, 教會就不是要制定一條、第二條、百祥基督, 不會把民法制定的規律不成為法律, 入口1、2、3、4、5、6, これで明法的制定。 當然,教會有告解聖事, 怎麼會鼓勵贊成死刑呢? 教會有助教會有助教會, 而不是譴責他們。 而不是像穆斯林的宗教, 就是你抓奸的話, 一定要斬首。 這就是穆斯林的宗教律法。 我可以從政治方面來説如, 我們不喜歡在歐洲, 被基督感受到基督, 歐洲的聖教之法、基督宗教, 如果是一個人才沒有概念的, 就是這個歐洲的律法有機會要致走, 這當然是這個歐洲的律法, 沒有的,歐洲的律法是衝照了 基督宗教, 歐洲的律法是從基督宗教啟發的。 所以,如果有人判死刑, 他永遠沒有悔改的機會。 社會不應該這樣來報復的行為。 當然,有些人說, 這是要令其他人害怕的, 但當然是, 它依照著社會的生命, 社會很高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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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並非害怕的。 所以,有些人說, 這個有死刑是很好,殺戟盡猴啊。 這樣子的話, 人家會畏懼刑刑法的話, 受教育程度高的人, 他們可能就比較容易理解。 我們希望即便是殺人犯, 在他的生命中, 還有一絲盼望,可以回趕。 這就是因為歐洲法律的法律, 有修正的法律的法律, 就是沒有終生監禁, 他們就是可以關到二十五年。 因為既然是人類, 這樣是人類就要給他們有生命的盼望, 你不能連人家唯一的生命的盼望都躲走。 為什麼我說這個呢? 因為在你的學校, 有些學位, 有些人說, 你不能做學位, 我不會喜歡你, 有些學位也不會喜歡你。 那如果在你們的福人大學, 有一個人說, 你不能夠讀博士學位, 主要原因就是, 我不喜歡你, 所以你不能夠繼續在這邊。 這不是不公平的, 但也要把你唯一的希望奪走。 為什麼我講這個呢? 因為我曾經在台灣的經歷, 我曾經在台灣的經歷, 我曾經在台灣的經歷。 只是某一個同學不喜歡我, 他跟某個教授聯合, 然後對我做出這樣。 但是為什麼我講這個呢? 因為你對我講這個, 因為你對我講這個, 只要是人類, 就要有生命, 有盼望, 有希望。 如果你連自己人類最基本的希望之間,